直到看见爱宝听江爷爷说以后要自己带娃后沉默不语 我才知道爱宝有多害怕自己一熊带娃 爱宝委屈地看着瑞宝 仿佛在说 说好的我负责生 你跟宋老头负责帮我带的 才带三个多月现在说让我自己带娃 你们不爱宝贝闺女了吗 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你们看看这几个月瑞宝灰宝交换来交换去的 把我整成啥样了 你说接下来我两个一起带 我哪里打得过来啊 是啊 福宝小时候一只熊就给爱宝贵够呛了 经常气得要死对着福宝就是大胆出手 现在两个根本就顶不住了 小时候福宝就喜欢挖美 白亮亮的爱宝就经常因为福宝变成脏脏熊 害怕福宝躲在滑梯下面 看到小黑熊无奈地在木台上叹气 福宝还喜欢破坏小花小草 没福宝之前爱宝的场地鸟有花香 福宝出现后 花草渐渐消失 一片漂亮的园区变成了黄土高坡 每次看到福宝来上班爱宝都叹气联络 一个福宝都给爱宝累得够强 现在爷爷说两个都要自己带 这谁顶得住啊 不过爷爷说过爱宝很会带娃 红教育福宝就能看得出来 什么时候可以拖着走 什么时候可以揍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摔 什么时候训练技能 爱宝都是很有分寸的 真期待两个宝宝跟爱宝出门营业的场景 到那个时候肯定会出现很多搞笑有趣的名场面 既然爷爷都这么说了 看来过不了多久瑞宝回宝爱宝就要与大家见面了